你好,中美真霸威,大家好 這部影片出了10月26日的中午,威,大家好 當然大家都知道10月25日 英國的新首相已經出爐了 卓慧斯也注定了是最短命的首相 稍後才會說這位新韋成,另一個翻譯叫蘇納克幾位人士 他怎樣是精英、貴族、有錢 為什麼可以42歲做到英國首相各樣東西 其實都要說回現在的世界局勢比較緊張 因為現在去到美國的中期選舉還有兩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這兩個星期當然是很緊張的 因為烏克蘭的軍隊希望有一個大的勝仗出來 所以基本上有可能會是一種很不擇手段的行為 譬如炸爛水壩、破壞核電廠 甚至製造一些很嚴重的事故變成了核戰爭 會不會玩到這麼大呢 北韓就會跟南韓有一些挑釁 世界變化是很急的 亦都對比與中國這個二十大 有些關係的,稍後再說了 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十必幾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點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那我們就進正題了 我們做節目那一刻 也是10月25日的晚上時候 其實都快要踏入26日了 美股連續三個交易日不斷升 那為什麼會升呢 是因為呢 10月21日 這個 少姨股 或者是個weekend好像是22或23日 都有打電話和英國 和美國的相關官員 就是一些少姨股 俄羅斯的國防局部長 聯繫了美國奧斯汀之餘 亦都找英國 英國叫華萊士 法國不知什麼人 總之就去談 那所以這個市場呢 有一些 懷疑是憧憬 俄溫戰爭 將會在 11月中 即是印尼那件事 見面 即是說拜登見普京 因為呢 二十國都會見面了 那有很多的幻想 遐想 出來了 道指是升得最厲害的 是現在呢 三萬一千七百八十三點 我做節目一刻 那其實道指這樣升法 升到那裡都過千點以上 嗯 千幾點啊 那這個當然就是殺淡友啦 當然啊 下上這場戰爭 會 打完啦 或者說 哎呀 俄羅斯這樣接受 結果啦 那樣 我告訴你 俄羅斯境內呢 完全不是這樣的風聲來的 完全不是這個回事來的 大家有沒有聽 我想之前呢 跟大家說過一位人物啦 那一位呢 那一位呢 叫做呢 這個俄羅斯的岳菲 就是俄羅斯岳菲呢 就很出名的了 這位個個 他呢 現在普京呢 批准他 回到戰場 那這位人兄呢 他只是統領一個叫做 一個型的軍隊 可能 一百幾十啦 不要理他啦 當然是對大毒影響不到的 但是這位人兄叫做俄羅斯岳菲嘛 就是說這位人兄呢 是2014年呢 直接就是俄稱 他是普京的代表 就 令到整個 克里米亞的人呢 決定背奉烏克蘭加入俄羅斯的 也都呢 在烏東那邊呢 他組織民兵隊啦 跟紅烏軍打仗啦 那時候呢 普京呢 基本上的立場呢 就是 不想跟西方完全決裂的 但是呢 所以呢 這個人呢 被普京召了回去 做了大約是七年多的 KOL啦 那呢 基本上他代表的立場就是 黃俄派 黃是皇帝的黃 黃俄派的立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俄羅斯恢復螢光 恢復固有領土啊 那就是說呢 整個烏克蘭都是俄羅斯 要恢復的領土來的 所以呢 現在普京這樣的行動動作 要俄羅斯的惡妃啊 要推回去戰場 這個當然是令到整個俄羅斯的口徑統一 就是說 原本 普京是聖彼得寶的人 比較 是他們的派系 他們整家人 就葉利欽 傳到他那一代 普京都當政了二十幾年啦 二十二、二十三年啦 其實他們聖彼得寶派那邊 一向就跟西方呢 有得談的 但是西方對俄羅斯的壓迫越來越大 基本上 可以說說俄羅斯話的就要殺 又玩新發戰那些 那所以呢 現在呢 可以說 普京的系列呢 已經是跟黃俄呢 連成一氣 就是說要光復俄羅斯領土 大家不要爭 我普京騎了皇帝位 又繼續做皇帝啦 基本上你要我們 俄羅斯的軍隊打贏仗 恢復領土就恢復了 是不是 打烏克蘭這場戰爭 不可以 打到一半半的了 就是要徹底征服的了 開了這個頭就要打的了 如果是俄羅斯這樣統一了戰線 統一了內部 黃俄派就要打到盡 勝比德普派 就是普京那派就說 喂 留條線啦 現在統一了思想的了 其實現在的戰況來說 就是說 我要展示佔領的地區給你看 原本佔領的地區 有一部分呢 就在 這個 烈泊河以東的地方 你看到這樣 綠色的地方也挺多的 烈泊河以東的地方 烏克蘭呢 就很想 就以烈泊河為界 去保住自己領土 就是烈泊河以東 盡量 盡量霸得多少 可以多少 如果是北面一點的地方 在河口的地方呢 烏克蘭已經炸爛了 綠色這部分的所有的橋樑 所以俄羅斯呢 基本上呢 要支援呢 呃 呃 呃 轉移人口 因為說戰爭呢 去到激烈了 在赫耳松呢 管來過 因為他的首府是在河的西面 所以呢 其實俄羅斯來說 當然啦 市裡面大部分人口都親俄啦 所以很容易就乾復到 赫耳松啦 但是 現在的橋樑炸爛了之後呢 呃 烏軍的力量都很大 所以現在的戰爭那個主要的爭鬥點呢 就是在赫耳松這個 烈泊河以西的地方 勒奇 不排除 這個呢 赫耳軍呢 可能是放棄呢 赫耳松 在烈泊河以西的所有領土都不領的 因為呢 事實上的運輸很困難 呃 俄羅斯呢 沒有炸爛了 呃 烈泊河以北的這些河流 可能 是預計將來 他會現在抽到呢 大約 總兵力差不多是七八十萬兵左右啦 因為呢 在白俄羅斯也六七萬啦 是吧 接著他召了兩次動員那裡的 三四十萬啦 這樣 那就推多少下去呢 至少都 三四十萬人推上去 但是呢 瘋起來可以再推一些 推盡一些 七八十萬都可以 那 會怎麼搞呢 估計就是不打爛一些橋呢 將來呢 是將戰爭呢 推過去的 西面的 但是現在這個階段 因為呢 那個 冬天呢 沒有真正度 我現在看呢 大約十幾度左右啦 所以呢 現在戰爭最激烈的位呢 盡是在烏東的地方 這個叫呢 阿特牧斯克的地方呢 是在這裡 打著 俄軍也都有一個 優勢 但是呢 俄軍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第一 烏軍想在中期選舉前 最好就是 消滅 是佔領 聶伯河以西的哈爾松啦 第二件事就是 這裡呢 有一條的 水電站 這個水電站呢 叫 卡霍 維卡 大約啦 如果中文名叫做 卡霍夫卡 水庫 卡霍夫卡 水庫呢 卡霍夫卡 大約的位置 在這裡左右 紅點這個地方 現在呢 很多個動靜都是說 烏克蘭的軍隊想炸爛的水庫 跟著呢 水染 喀爾松 整個行為 就是反人類的了 用恐怖主義去玩的了 如果這個水庫一炸爛了 如果 那些水呢 就傾灑下去呢 哈爾松整個州裡面呢 進一步混亂 那可能 玩關羽可招了 烏軍呢 直接就 除了要 打完 這個 這個 聶伯河以西的地方 可能跨過去 跨過去 跨過去 聶伯河以東的地方之後呢 如果佔領到哈爾松呢 就令到呢 這個 克里米亞的水源呢 截斷了 因為如果沒有 整個 克爾松呢 如果被烏軍佔領了呢 克里米亞呢 其實的防守有問題 還有 那些水啊 各樣東西呢 因為這裡有個水閘 有條水管 引水道進去克里米亞的嘛 那麼呢 現在烏克蘭呢 可能 會做一些恐怖主要活動 炸爛水庫 這個呢 現在呢 俄軍和烏軍在爭執著 看看烏軍 真的夠不夠敢做這一招 而且做這一招 俄羅斯當然是有方法去應對啦 但是 做完了的話呢 將會是很嚴重的 這個就要提了 另一樣東西 當然大家都可能 有些印象 就有個叫做雜波羅葉核電廠 雜波羅葉核電廠呢 大約就 又是在哈爾松 水庫不少少的地方 如果烏克蘭的軍隊 用導彈炸爛了 雜波羅爾核電廠 而變成核事故 這個水庫以南的所有地方 變成了 變成了一些廢的地方 說真的一句 他都說過給你聽 這個 扎連斯基自己有美國護照 或者其他國家護照 基本上他不會聯識烏克蘭人 他知道這個冬天 烏克蘭未必能熬到 因為烏克蘭現在的人口 在扎連斯基控制方面 大約1,000、170萬人 走了大約過1,000萬人 如果是聯合國的計算 1,300萬以上 因為有些新的數字還沒計到 因為俄羅斯大量軍炸烏克蘭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四成電力或者更多了 所以在當地的婦女或者小童 全部都已經走了 親俄的走了俄羅斯 親西方的或者順天主教的 全部走向西方 其實現在在西方 很多國家都覺得 這些小童呀 婦女的人口 事實上可以直接吸納 即是直接發一些 一些居留權給他們 看來 所以烏克蘭就一定是亡國的了 完了這場戰爭之後 如果在扎連斯基下面的兵 他們完了場仗 投降之後 可能以家屬團聚的理由 再走幾百萬男人 會移民去西面 整個烏克蘭都沒有人口 如果打完這場仗 總之什麼都好 但是現在烏克蘭的軍隊 有很多北約的部隊 穿了烏克蘭的衣服去打 所以這兩個星期是很緊張的 怕有核電廠爆炸 怕有水庫爆炸 這個情況是這樣 看看會發展成怎樣 如果在俄軍來說 你真的玩核電廠爆炸 或者是水庫爆炸也好 我都不相信烏軍有能力 徹底佔領克爾松 我不是太相信的 我想俄軍現在的實力 可以補到克里米亞也不難的 但是 如果過了軍旗選舉之後 大約 俄羅斯的軍隊大約是 可以集結了大半 開始加兵力 去到12月 整個北面這些黎寧區 全部都雪凍了 可能就會 12月爆發 第二次的包圍基庫一場仗了 那接著可能烏軍的軍隊 可能澤連斯基被迫都要召 在烏冬的士兵 是 回歸在 基庫附近 打這個 守城戰 各樣東西 所以呢 我想過了這個冬天 烏克蘭應該就會失去 烏帕河以東的地方 但是俄羅斯既然統一了思想 我相信是會繼續打的 到時候過了冬天之後 俄羅斯我想至少要 不要利玉弗的話呢 都要佔領烏克蘭的西南邊 直接霸佔到油管 直通匈牙利的路線 令到俄羅斯和歐洲的關係 起碼恢復基庫到匈牙利之間的油管的控制權 所以烏克蘭的西北邊就沒什麼用了 可以犧牲 可以讓北約控制 但是由基庫去到西南邊 一定要拿的 可以不要利玉弗 在這邊就說完了 原來也說不久了 那你其實呢 要轉話題去講英國那邊 其實呢 新偉誠本身的背景呢 是一個醫生 他父親是醫生 他母親是一些藥廠 其實也有錢的 中產的 但是呢 他娶了一個老婆呢 就很厲害 原來老婆呢 是印度的一個大財團 就叫做Infocit的一個大財團 是一個科技公司來的 由於呢 他 這位哥哥在印度呢 就很有錢 而且呢 也都很明顯 類似李嘉誠那種人 在印度賺到錢之後呢 那些錢就搬到英國 他才安樂的 所以這些家族 當然就可能已經打通了 英國的貴族階層 因為呢 新偉誠他自己成長背景 因為他父親是醫生 不是很富貴 但是呢 他是印度教龐姐浦族 Dubanjib 但是他不是信 石黑教的 他不是先包頭線 但是呢 龐姐浦系的人呢 是很喜歡去西方的 在加拿大佔 如果是印度來講 龐姐浦系的主流 就是無論如何都好 他父親都是有些錢 所以是貴族包裝 叫他給他讀書 然後呢 讀完牛津大學 讀哲學 政治學 和經濟學之後呢 跟著去了美國 跟著呢 在當中讀一下書 應該就認識到他老婆 跟著呢 就娶得有錢人之後呢 他的外父就扶他 拉線 跟倫敦金融城的一些 有錢的貴族打通了 其實呢 說真的一句 你英國不會沒有人才 但是現在英國的形勢很差的時候呢 大家 倫敦金融城那幫的貴族呢 他決定是撐他 用他去面對 英國的現在這個金融危機 因為美國是這樣加息 那些金融業呢 約翰遜這個人呢 和卓慧斯呢 是同一家派 那約翰遜那幫人呢 基本上呢 就激烈反華派 而倫敦金融城這一幫呢 推了這個印度人出來來說呢 基本上他們呢 就正是 最緊要就是 英國的金融業的利益 就最重要的 所以呢 新偉城上台 會不會 沒有那麼反華呢 盡量幫到 英國倫敦 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呢 現在這個值得觀察的 因為呢 其實很多的英國那些大銀行 譬如匯豐啊 黃家蘇格蘭銀行啊 整堆那些呢 或者什麼 不知道有什麼 萊斯銀行什麼鬼東西呢 就是他們這幫 大銀行的 其實他們發覺 英國已經是空心的了 基本上沒有工業的了 可能呢 製藥業還有一點點 你那些什麼 萊斯萊斯啊 那些都已經 已經是 生產量極少的了 所以英國現在已經沒有工業 剩下農業家 金融業 他 英國 如果 他跟中國的關係這麼差 而 英國 只是巴結美國 但是美國又不肯向英國 提供一些 自由貿易協議的時候 倫敦金融成班人 你會覺得 你美國都 當我水魚啊 要掠我們啊 是不是啊 你要金融屠宰啊 那麼 會不會叫 新偉誠 跟中國緩和關係呢 其實在過去 英國脫歐後的歷史 第一 卡梅倫自己 就受到美國的影響 所以他就 借頭借路搞一個脫歐 但是他一想就是 喂 他搞而已 搞不成的 因為如果英國跟歐洲一脫歐的時候 你英國怎麼做 倫敦怎麼做 啊 歐洲金融中心呢 但是什麼原因都好 脫歐呢 搞得成 可能背後的就是 新偉誠後面那些 倫敦金融城那些 金融權貴呢 就可能都是某個程度上 都是被美國控制的了 也都可能是有一些幻想 什麼都好 就是想 脫歐後呢 有方法他們更有錢 可能呢 想就是 我不會理整個英國有不有錢 最重要呢 倫敦金融城那些權貴有錢些 可能英國說 喂 我脫歐之後 不需要受歐洲的 各樣東西去破壞啊 控制啊 影響啊 不需要守歐倫法律之後呢 可能 英國可以 更加容易去 洗黑錢 喂 匯豐一向都是洗黑錢的 是不是 那他們脫歐呢 就不是想整個英國利益 是想倫敦的金融業的利益 倫敦金融城的利益 那所以呢 知道呢 呃 蘇納克 即是新韋城呢 他和他自己 和他背後的黨派呢 是支持脫歐的 那脫歐的背後呢 也是有美國佬 控制的 啊 的YouTube啊 Facebook啊 Twitter那些呢 是幫脫歐造勢 脫歐之後呢 其實呢 Therisa May 就是說 文翠山 就在香港搞黑暴啦 啊 英國大使館在香港搞黑暴很明顯的了 或者挑戰 是 中間卡住 啊 一個中國和英國 法國 一起合作 新建的核電廠 整個project呢 被文翠山招起 那如果你寫 說中英發 核電廠呢 就看到那件事的了 那但是什麼都好啦 就是 現在呢 搞到呢 就是整個核電廠呢 都好像呢 還沒有什麼進展可言 那就是文翠山搞出來的 這個呢 什麼中企在歐的 核電項目受挫啊 那就是文翠山呢 其實本身就是 已經被 是 美國 駐英國的 總督來的了 現在美國人呢 對英國的凌辱呢 更加厲害 就是 喂 駐이스를 說 還有 誰一直相對 大陸 很 arsenal 而已 希望 激死英女王 而 約翰遜很多的國策 都是很針對中國 所以蘇偉誠後面這班的 倫敦金融城的權貴很不滿 卓惠斯最後被他們 這班人弄死 我們真的有一點拭目以待 看看新偉誠上任之後 其實真的代表著 美國人真的很侮辱英國 找一個印度人去做英國首相 做美國駐英國的總督 什麼都沒有 可能這傢伙 上任之後 可能會對中國的態度比較緩和 爭取倫敦繼續 做大一點 人民幣的生意都不頂